什么是免疫力 提到免疫力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要说了解免疫力 很多人就说不清楚了 那么究竟什么是免疫力呢 从字面上来讲 免疫力就是人免于患病的能力 按照现代医学的概念 免疫力就是人体免疫系统的战斗力 大家通过免疫力的概念就知道 它对我们的人的健康有多么的重要 说到免疫力自然就想到免疫系统 那么免疫系统的功能是什么呢 很简单 它是识别自我 非自我 自我的部分留下 非自我的部分就排除 给大家解读一下 自我就是我们身体里固有的 非自我就是外界侵入的 那么说到免疫系统 它的整个的这个过程 是通过三个方面来实现的 第一对外预防外界细菌和病毒的侵入 这个病毒当然包括现在的新冠病毒 那么第二呢 它会对内镇压一些叛乱的分子 意思就是当在某种情况下 好细胞一旦转变成了坏细胞 比如说肿瘤细胞 癌细胞 那么免疫系统就负责呢 去镇压它们 第三个 它会清除体内的垃圾 举个例子 人体的血红细胞 寿命是120天 当到达120天以后 血红细胞会自动死亡 成为体内的垃圾 那么这些垃圾就由我们体内的免疫系统负责清除 提到免疫系统 大家又想问它的组成 免疫系统的组成有这样几部分 第一个 由免疫器官组成 像我们熟悉的淋巴结 扁导体 胸腺 还有脾胀 还有骨髓 包括盲肠 那么免疫细胞呢 有吞死细胞 淋巴细胞 白细胞 那么免疫系统 大家知道 它在发挥作用的时候 是靠什么来发挥作用呢 是靠它的相对的稳定性 现在科技研究发现 影响免疫系统的稳定性的因素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基因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营养 第三个就是矿物质 第四个是我们的心情 也被称为精神世界 第五个就是肠道内的菌群的情况 基因我们是改变不了的 那么后面的可以改变 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 做到均衡的营养 快乐的心情 平衡的肠道菌群 通过这些方式来提升免疫力 那么一旦人的免疫力低下了 会出现哪些不健康的因素呢 首先当人免疫力低下了 影响的是呼吸系统 我们常见的出现 比如说流行性感冒 病毒性感冒 还有胭炎 气管炎 甚至出现肺炎 当人体免疫力低下的时候 细菌和病毒还会侵入我们的肠道 出现各种胃炎和肠炎 第三个当人的免疫力低下的时候 还会出现免疫失调的疾病 最常见的比如说红弯狼疮 肺风湿 肺风湿性的关节炎等等 那么总之 人体99%的疾病 都跟人类的免疫系统失调有关系 人类要想健康 一定要提升免疫力 免疫力是人的第一大竞争力 在以后的小视频当中 我会为大家介绍如何调整免疫力 希望大家喜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